大家好,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4月2日星期五的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全能战士大马sir,马来根 各位网友好 还有新西兰的波罗仔,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 《西兰器》三个YouTubeChannel,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昨天八一八所谓的流口水式集会 全部一起聚成,有七个聚成 两个就认罪,一路一乱,欧乐軒加上梁耀宗 一起在法庭已经求情了 是的 我想回一句,欧乐軒呢 我想他自己都猜到,嗅不到那一层 不是X材香,是嗅不到那一层监仓那一层脱 所以他就跟法官说,可不可以坐小一点 是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究竟是赤柱还是怎样的 就是尽量目标以坐小为妙 不过呢,你到时都是转出去呢 那个叫做,不一定啊 如果他在这儿判了两年,还是多少的话呢 那会不会又跟他那个泛民什么四十七 什么那些呢?就是串谋颠覆国家罪那里呢? 又会不会overlap,哇,很乱啊 就是妈妈也很乱那些 那另外呢,有两个呢 监狱新鲜人,新来新监狱 都挺近那一只的了 只差一点点了 第一个呢,我们今次的主角呢 有第一个呢,就是李卓骇人 另一个就是何秀兰 何秀兰呢,其实在612这一谈事里面 就是做了这个托水龙人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都其实没什么怎么说话 就是没有吴可怡这个那么高调的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吴可怡为什么他那么可谓叫做高调一些呢? 一来呢,他要为这个612招钱 是 二来呢,他也都是呢 他都算是捞到尽那只 如果还有事情做呢 就是还有律师,法律那方面的事情做呢 他是照做的 是啊 是啊,就是大小通吃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服务一个机构的话 如果你的程度 就是你的参与程度越高的话 证明你在这个612里面也好 或者在一个公司里面来说 你都是分到的利益越多的嘛 因为你都会商量 就是你是老板的话 喂,你不做的话 不加多几钱 在做的话 你就赚不到钱了 是吧? 嗯,所以尤其是看这些叫做信托人来说 612的信托人来说呢 我自己是这样看啊 不知道各位摩余认不认同 哪一个叫得越大声 哪一个越努力的话呢 他在里面的得益呢 应该是越多的人来的 那我想何秀兰都可能排第二的了 以那个曝光率和那个投入程度 那陈一军应该是例外的 我想陈一军应该是借他那个 在宗教界 教会 教会界那个 宗教界那个的光环呢 来到增强他们612的那个叫做疑似 那个叫做纯洁性的 好了,那我们今次讲两大主脚呢 这两位长者 李卓河人呢 之前我们都讲过了 那些什么安家费的 那些什么卖楼啊 那些那些闲戒奶呢 应该搞定了 他就没有说在法庭里面叫些什么的 不过出来之后呢 他就很多话说 又举起了五手 Lunch哥上身 一边五只手指 一边一只手指 喂,还说这样东西 咬了 差点想说声去老X Lunch哥都没有去支持你们啦 上庭 是啊 但不是啊 Lunch哥去完就麻烦一点 他叫上雷霆战虎 咦 叫上大波man去呢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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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因为大波man 大波man guy 他姓石要石防油 对于他们这班人都很敏感 他们迟一点要坐牢 四面都是石墙 碰墓 都是和石子有些关系,就不是那么好 好了,接着李卓人出来了,还有举手细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被判入了一生的荣耀,我想香港很多市民都很想林老都拿到他这一生最大的荣耀 第一次听,坐牢的一生荣耀,他超越了这个荣耀,人生精彩和一生荣耀是两个level 一部电影也很精彩,一生的荣耀,你的子女好像是女儿的,还说成绩不错,他就算读完这么多书 女儿读完这么多书都没用的,要像爸爸那样,入狱才是一生的荣耀 哇,真是刺刺的,所以真的这些是一个香港的反面教材 好了,我们要讲一下他们还有什么要讲 政坛梅妈,交完保释金,交完那些手续之后 都等了三个多字,那些人才等得出来,一出来就热烈鼓掌,热烈欢呼 很老实说,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你拿警令赠庆,判了罪成,还鼓掌? 是不是?所以这帮黄友呢,脑子是不懂转的,应该要哭的嘛 吴可怡自己也苦笑了一会儿,哎,先走了,先走了,先走了 你们你们有趣仗啊,我那边判刑出来,你拍掌鼓掌,大佬 我不是拿掌啊,现在 你成为政治犯,恭喜他成为政治犯 政治犯那些是你做的,不是他做的,是不是? 他要你是政治犯,他不做,这样才是的嘛,你用鼓掌 不过这些都是那句啦,你搞了这么多,你所谓的政治犯 出来帮你拿钱,那你现在自己做了一份咯 那后来就跟陈浩环呢,吴可怡,走去抱抱,就先走了 他说,他都免得留下,就是,哎,回去都想一下究竟怎么样 就是,可能何韩斯,可能要交一些大锁匙给何韩斯,还是怎么样 那李卓人呢,出来了,赈备一副,香港人 那后来那些人就和应了,加油 那继续啦,那些什么梁耀忠啊,李柱明啊 都没有说什么了,那就先走了 那何秀兰呢,和李卓人呢,其实他们当时呢 做立法会员的时候,都颇为熟的,其实这两个人都 都跟着一起喊,举五一手势,又喊什么五大诉求 跟着还有啦,梁国雄啊,的娇妻呢,就陈宝颖 就和这些陈浩环都出来,就要喊一下手势啊,还是怎么样 有些人就说这个,梁国雄的新婚妻子,好像是邪着她,还是怎么样 千万别这样啊,千万别这样啊,千万别这样啊 千万别这样啊,不要太过迷信这些啊,知道吗 不过,因为这些呢,都是长毛啊,之前作落的 种子来的,李卓人啦,跟着就站在咪兜前面说话啦 就说,对于呢,行使宪法的权利呢,也都遭到法庭裁定罪成,也觉得很遗憾 他说,对于法庭呢,有时将宪法的权利摆在一边呢,就感到失望 然后强调说什么呢,我们有权有限,八一八了,已经被全世界看清楚 香港人和平行使他的权利啊,你傻啊,你在发梦啊,是吧 如果你其实呢,你在发梦呢,可以听回我们昨天《芒向編集报》的节目呢 都分了很多段呢,来讲回法庭里面,怎样去解释回你们是违法的嘛 就是为什么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呢,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们自己呢,要将整个法庭里面的东西呢,斩开好几段出来呢 分开讲回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讲回 尤其是啦,2005年啦,长毛那一宗案呢,已经讲了 去诠释回那个宪法那方面的问题啦 复核之后,对于你们这些这样的非法游行那些究竟是怎样啦 那么法官也都讲了啦,喂,如果这个法例不行使的话呢 这个法例呢,就变成垃圾来的,变成废的,是吧 法例当然定了就要行使的啦,不能说,怎么可以不行使的 就是以前呢,就为什么说,没有说真的捏得那么紧呢 因为以前做开的那些游行啊,都是和平的 那你和平的,那就自然大家就松一点啦 但是啦,事情就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多这些暴力事件 那你收紧回来也很正常的,我觉得 将来也都会,即已经收紧了,将来再发生也都会 用回同样的方式,因为现在又有案例啦,是吧 嗯,是,即是你现在这个李卓人出来说啦 他说什么呢,警方禁制有行,我们继续行使他们 宪法给他们的权利,就说啦,质疑 到底是宪法大呀,还是警方大呀 国际人权公约大,还是警方大呀 这个不是斗大问题啦,而且你是行使了一些 做了一些非法的事嘛,是吧 嗯,没错啦 非法集会嘛,即是说了,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你还是要以一个什么流水式啊 啊,你真是这么坏的 嗯,是的,即是你流水,即是他意思是 呃,散水嘛,我们昨天那节都提过几次啦 散水式 你不是散水嘛,其实你只不过散水为名,就是游行为实嘛 踢爆了你呢,然后你说,哦,踢爆了 踢爆了,哦,我们有权的嘛 那你不一早说,你是要,呃,我们是搞游行 是吧,你不够胆啊,是吧,你想扭啊,扭完 扭不了了,你现在是说,哦,那还是 宪法大,还是怎么样,是否警方禁制不给我们,还是怎么样 那如果就不用不反对通知书啦 那你就不要申请啦,你每次都没有申请啦 那你就申请,是不是,你又上诉,是不是 那你就照行,走完,接着说,哦,现在究竟 这个不反对通知书,由警方发出这方面大啊 还是我们香港的宪法大啊 接着你试试这样说,你走出来,你照集会,照游行 接着警方来到的时候,国际人权功又大,还是你大啊 啊,你够胆了你就这样做咯,是不是 最恨这些人在那里扮东西啦 接着又说自己哦,还有几单官司呢,就要等着审讯 那就好了,何秀兰都说,哎呀,我都还有另一单啊 不过呢,就未知结果啦 接着又继续说啦,她说,如果被判入獄啊,是我一生的荣耀啊 是因为我们,就是去捆绑了何秀兰啊,我们和香港人同行而坐牢 我们很喜欢香港,哇,何秀兰都摸了嘴 听到我都摸了嘴,哈哈 无管冷啊,听到,就是你说如果,如果 如果因为和香港人同行而坐牢呢,那 那你不要出来的嘴,她的意思是吧 是啊 她说,她觉得和香港人同行呢,就要坐牢来彰显嘛 那你就继续坐咯,是不是 最好你想中心监,难道 很喜欢香港呢,就不需要坐牢的,是不是 还有呢,不是用一些这样的形式咯,是不是 就是你喜欢香港,但是又犯法 我不知道,原来她是要以犯法来表达她的喜爱 那么有趣呢,就是你很,就是 那个道理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很喜欢某女子 所以你就向她做一些犯法的事,可不可以这样啊 啊,那,抬上这个道理又对啊 那就是,你记住她们说一样东西的嘛 又说什么什么五大诉求啊 里面有一个就叫撤销暴动定性啦 我第一次听到人呢,爱香港,但是又要搞暴动啊 是不是 过去就很多人就这样做 真是不明白啊 发超了癫的那样 神经病,那是什么逻辑来的啊 你进去好好反省一下啦 那又说我赞扬香港人就很美丽 和平游行就争取诉求 那之前搞暴动的那些呢 扔汽水油多蛋子,争取诉求 那这些是很美丽还是很丑恶呢,请问 那所以这些人呢,已经疏疏地 完全说的是前后矛盾的 啊,他说呢,神经病啊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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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ц. 是,先入奸再去青山哈 他说 希望呢就向香港人致颢 他最后承诺了啊 会跟香港人同行 beit啦,不用 是 hood 他可以的,他说他的同行是入监的 你慢慢走,我不想跟你走,自己走 你自己走,直到重新有民主为止 其实民主是很抽象的,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因为每个人对于民主的定义都很不同 那继续吧,何秀兰到最后都说 记者加油,传媒加油,大家记者就出入平安 我想过了好几天,应该612等 不要太过即食,即食拿去两个捧出来做人 何秀兰加上不可以两个捧出来做人 血馒头就太过离谱了,是吧? 因为这个不是薯条,不是麦乐鸡 即是炸完出来立即吃,哇好吃,香口又脆 要等一两天消化一下,怎样去做这些软性宣传 而又可以筹到钱呢?那我们预先踢爆它 一定好像找他们两个做一个小小的访问 接着就量一句声音笔 那句声音笔再放在Facebook 接着下面再加一句支持他们什么差事的612 有时出了个QR Code,这么大 是啦,户口号码还是怎样的 通常他们会放在一起的,我们帮了多少人 做了多久,还是怎样的 对啊,后来要多说一点,有网友拍到 在湾仔,港铁站外面 终于有人QR Code,是突破到那些阿sir的 pizza那么大的QR Code之外 原来有一个,我想 人那么大啊 人那么大啊 应该有两个pizza 人那么大啊,真的很夸张啊 半卓人,半卓人 应该是,半卓人那么大 黑底板白的QR Code 就是林卓廷Patreon 他就贴在一个电箱外面啊 就是那些街边的电箱 就是那些关仔的 港铁站外的其中一个电箱 哇,人人都看到了 就算你在马路对面啊 你也可以拿去你的手机 夸他的pizza 那麽远都捏到啊 捏到啊 捏到啊 哦,那就厉害了啊 就是在等巴士的时候 哎,更惨的黑衣 林卓廷啊 哎,林卓廷啊 哎,省点给你先 我捏一下他了 哎,真是可惜 搞到这样 因为现在变了伤失了嘛 是啊,伤失不得了 快要进去蹲的了 嗯,不要紧了 里面有点工钱可以赚一下 那他可以在里面自力更生的了 那他家人就继续在外面 就用去卖一楼 赚回来的那些钱 顶着先啦 是啊 省省的啦 是吧 省省的,很烦恶的 不出来就找个第二份工咯 是吧 五年内都不可以选的了 啊,就算你蹲完监出来之后 那么,在五年之后再想一下 好不好要做回这份工咯 就是再选个议员咯 那到时才再选啦 这些东西这么久以后的事了 是吧 是吧 很惨啊 因为现在呢 那个叫做 呃 囚友界那里呢 就被邵家臣吃了嘛 是吧 我们都说了 邵家臣是另外一个新势力来的 他是OK 是啊 绝对是的 嗯 以后啊 或者找一下出来 找邵家臣支援一下咯 是吧 是吧 双忌 双忌 遵忌 遵忌 食堂 零食 好 今次不如我们先来这一段先 希望李卓仁 求人得人 与香港人同行 入监狱就好精神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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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